在我讀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对于出国梦想是越来越的非常的急切 尤其是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唯一想到的就是出国去的国家 默认就是认为去美国 所以当时也是得到了大学的一个推荐名额什么之类的 也拿到奖金 但是当时因为托福第一次考考的分数不好 然后第二次考就抢不到机位了 就一直就是那个时候机位真的难抢 基本上就处于整个放弃的那个状态 最后歪大正招 就是叫无心插柳柳成英 从来没想过去荷兰这个国家留学 因为那个时候我根本都不知道荷兰是在哪里 甚至都不知道它是不是欧洲国家 我真的就很文盲了 我脑袋里面只知道美国这个国家 所以这个视频我也是想给那些就是想去荷兰留学的朋友 一点就是一个三个一个我觉得挺挺重要的三个方面 给大家提前预报一下 因为我觉得荷兰这个国家就是我至少我本人我是不后悔去荷兰的 真的需要很多充当很多 也希望这个视频就是能够帮助到一些朋友 我第一个第一个也是比较搞笑的 就是荷兰它不是第三世界的国家 我为什么这么说 可能也会觉得我在为了做这个视频会搞笑 不是的因为我在没出国之前是真的 我不是我们家里面唯一一个第一个出国的 我哥我大哥他是第一个是我这个 就是家族不能叫家族吧 家族太大就是我的家 我爸爸妈妈我哥哥两个哥还有我 他是我们那个村吧 第一个大学生也是我们那个村第一个出国的 他日去的日本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工作调动他调到日本工作 所以那不是所以就是全家里只有知道 如果去进了那就是日本 日本是个强国 要去远那就是去美国了 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还有什么欧洲 还有些什么国家 那个时候就在计划准备去去荷兰的时候 我大哥特别就也不是败开玩笑啊 他是真的有点疑惑 他说你要好好在我好查一下 荷兰是不是一个是不是第三世界 就是说他是不是个发展中国家 他到底在哪里 虽然说我们有入到过荷兰的菲利普体育道 对他有从日本买菲利普体育道 这都是荷兰的牌子荷兰产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全国 也都有一些品牌嘛 所以他是担心我去到一个就是 还没有中国发达的一个国家 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我正在地图上搜索 但是那时候是 我好像在我以前视频也有说了 我那时候是真的有点冒险行为 因为我是真的不知道荷兰是什么样的 我甚至都觉得肯定是个不什么的一个国家 也在国际上也没什么失望 但是我是真的就是因为有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就出学 但我真的我也很开心 就是我选对了 也没有没有让我后悔 在准备去荷兰的时候 当时有问就是招募我的人 他类似于荷兰的一个中介 他是帮荷兰乃兰大学招中国留学什么 当时他说你不需要学习荷兰语 你到你到荷兰之后 就是基本上我们所有人都说英语的 你的学习也都是用英语 所以那就认为 那荷兰就是基本上就等同于说英语的国家 所以那个时候是抱着那个心理 就是荷兰语是真的相对于 就是比方说普通话 我们的国语普通话 然后英语啊 西班牙语啊 或者法语 德语啊 日语这些语言 荷兰语确实是一个很不很不流行的语言 我在没出国之前 甚至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语言 叫荷兰语 这是真的有荷兰讲的语言就是英语了 了解到这一点 就是他的官方语言是荷兰语 真的很重要 因为是有些朋友 有些朋友就是同来没有出国 想出国 一方面是拿学位 留学一方面拿学位 另一方面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是 要锻炼口语 想让口语练得非常好 什么之类 好好学习英语 如果你你这个小学习 因为这是你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 也是一个很想实现的一个愿望 但是我就真的我建议 如果你有更好的选择 比方加拿大 澳大利亚或其他就是 由于是母语的国家的选择 其实我我真不太建议荷兰 除非是荷兰你选择那个专业或那个大学是你非常喜欢的 就是那个是由那个原因 然后语言就迁就是第二位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荷兰 不然的话其实真的荷兰这不是不是你断了英语 或者让你的口语达到美式或英式或者什么傲式 家长或者家式就是各种就是其他国的那种地道口语 因为荷兰人本人 荷兰人他你知道荷兰语和英语很接近 所以他很多荷兰人他把英语和荷兰语都混在一块去了 甚至有些单词发音他发的是荷兰语 但他还没一直以为是英语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听他们的 英语也是是一段时间才能听得懂 但是整体来讲荷兰的英语也是很不错的 只是说有些发音 所以在荷兰代表你对到头对到头 你的英语学了也就是荷兰人的那种地不爱语 就是就到达一个平静期了 事实上确实也是这样 我之前读博士的时候有一个中国同事 他说他的一个大学同学是到美国去读博士 然后他本人是在荷兰读博士 他那个大学同学以前没出过之前 因为课语很烂的 就去了美国也就待了一两年 课语非常非常好 都美课课语 然后他又说我 你看我在荷兰都待的时间比他长 可是我的语言还这么懒 讲的还能一口中国语什么 发音也非常不地道 然后说话的整个腔尿什么之类的 就是非常差劲声音类似 他说真的选择国家真的很重要 因为你说那个环境 这所有人都讲美课课语 你的语言自然不自然的 就是带到很快很快的 最后一点就是说第三年 荷兰的他那个博士的含金量 可能没有美国的博士含金量高 所以他也比较毕业 这是一个误区 我有一个在荷兰 他生了十几年了 他现在早就加入荷兰籍了 他对荷兰一些什么教育系的话 或什么之类的 懂得比我多 了解得比我深 有一次我就和他在聊天 我就说 好像我有意识到 就是我觉得那个荷兰的大学 虽然他的那个排名 事业排名也还可以 但是他在中国的 就怎么说呢 应该说就是 不说威望啊 就名气很小 基本上一些老板 boss什么之类的 对你说你是荷兰什么大学毕业的 他们基本上对你是拿走大学毕业的 他们根本就不会 不会再信任 就没什么兴趣 因为他们一无所知 也不知道什么来论大学 也不知道什么什么瓦格林 跟什么乱七八糟的大学 他们在他眼里 他除了美国大学 那就是英国的大学 剑桥牛津是吧 你如果不是这些大学 他他只是啊 那你就荷兰大学毕业的 我这个朋友他就说 其实荷兰他是这样的 荷兰他很多教育系统 他质量就是很高的 在国际上就是都排名 科研质量都很高 但是荷兰他人他就很低调 也不是很低调 就是说他们不会promote 也不会什么刻意的去宣扬什么的 他们就实打实的把事情做好 这是他们的一个态度 我和我朋友是这么和我说了 然后现在谈到那个就是荷兰的那个博士 资料到底怎样 我说我之前读博士的时候有一个同事 他是他本身是荷兰人 但是他父母是移民到美国嘛 移民到美国完了之后他在美国出事了 所以他他在美国 美国人了 说了一口美国枪 然后他大学都在美国读了 完了之后就读博士 现在跑回了又跑回到荷兰 他父母还在美国 他一个人跑到荷兰 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 美国的博士质量太低了太差了 比不上荷兰 然后他又说他就特别喜欢荷兰 然后从此起荷兰语 还要在学荷兰语 除了是他说的就是说 那荷兰的博士含金量比较高的话 我自己的promoter就是我在荷兰的大导师 他自己有一次我在博士打变之前吧 大概好几个月之前 他又问我 你博士毕业之后 你计划是去哪国家发展 那时候我又说去美国 然后我说我一直很想去美国 他说他接约我说 如果去美国做博士后的话 可能要辛苦很多年 什么辛苦五年六年之类的 收入也比较低 但是如果那个 撑过那一段时间 成为助理教授的收入都比较高 还说其实美国的那个怎么说呢 美国的大学的教学质量比较高 就是他的那个大学的教学质量比较高 但是美国的研究所教育不怎么低 他就我这样说就是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钻牛角尖什么 就指的说是整体就是整体那个 他研究生水平质量不怎么高 他说如果得我以后有小孩了 可以把小孩现在在荷兰上小学 对荷兰上小学都免费 还比较安全 也然后小学一直上到高中 完了之后再把他带到美国去读大学 然后是他都给我挂好 我以后就如果有有宝宝有孩子了 就这样来一个对他的一个教育的 我说啊 那那如果有那一天了 我会知道 我现在两个还没都还没洗钱 以后有机会再说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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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